谢谢你来看我 其实是安德鲁让我来看你的 那天的事情她觉得很抱歉 所以就让我来看看你 这话不是她说的 她从来都不会说这种话 也从来不会去看病人 她并不是不关心你 只不过交流这方面 你知道的 我明白 所以我从来都不会介意 跟了她那么久 我太知道她了 对了 宝宝呢 在一人室 她爸去看她洗澡了 美科 安德鲁 安德鲁 谢谢你来看我 快坐 不坐了 我还有事 对不起 我没想到她 那我给她洗澡了 对不起 我没想到她 在这边 我怕她 你不知 我怕她 你不认识 我怕她 你不认识 对不起 我 你不认识 我说我 你不认识 我能不能辨讆 谢谢 这可是心情话 我要发财了 带心养娃 头三年都不用工作 现在你知道了吧 为什么无论他有多神经 我都无怨无悔地喜欢他 试一下体感游戏 来 跟上 那我最近看中了一家酒店 住在儿童公园附近 它的入住率不会低于八分之八十 老总很想快点把它卖掉 新加坡的王总也对他有兴趣 他说要跟他的合伙人一起出见 你帮我看看那个资料 觉得值不值得买 你还挺会抓紧时间做生意的 你先把资料给我吧 我仔细看一下 明天告诉你 哦 对了 韩清菜那边做的怎么样 你说安波吗 出了刀说添乱了 准备别的了 这么巧 她叫安波 我帮她起的 你帮她起的 你让她叫你未婚妻的名字 她说没有一个名字 也要帮她起 绷带我男孩里的第一个名字 就是安波 不行吗 也不是说不行 你既然起了嘛 那算了吧 我跟韩清认识很多年了 她一直挺善良 挺聪明的 不会像你说那么差吧 把握的文件都搞得乱七八糟 我最后找了扣 过来帮我整理 妮扣 妮扣不是快生孩子了吗 差点把孩子伸在我办公室里 这个时候很让她回来上班 只有她知道这些文件怎么放的呀 疯了吧你 很危险的 我跟你讲 她老公要知道 非打死你 那我怎么办 去看一看呀 不去了 因为那么多细菌 她的身边一定有很多人在陪她 万一她老公真的想揍我 就是她老公真的要揍你 于情于理你也应该去看一看 懂吗 记得买苏花啊 哪种 康乃馨呀 颜色 白色 多少朵 多少朵 随便你们看着心意就好了 多少朵 十二朵 还有 还有 给孩子包个红包啊 给多少 你是个风投物专家 花的事你不懂 钱的事你总该汇报 快去 做什么 和人 最喜桃 他们的记者 一 blond 放在冰箱里 就是 放在冰箱里